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股市战国车 我是吴雷光 今天我们的大盘也是戏剧化蛮大的 那待会再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不是涨跌的走势那么简单而已 如果真的这么简单的话 我今天也不用做在这里了 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看得懂什么 内涵 只有你了解了内涵 你才知道真相到底在哪里 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字卡各位 不晓得各位的想法是如何 但是我的想法我的做法 我确实是这个样子 赢家获利心法 趋势多投的时候 耐住性质 掌握 波段 每一个投资朋友 包括我在内 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 有的人很急 急金风 有的人就是很温和 什么事情都没有放在心上 那到底我们在股市里面 我们要怎么去做呢 各位 那当然方向你一定要先了解 到底现在的方向是趋势多投 还是趋势空投 为什么我前面要加趋势这两个字 各位 有加趋势这两个字 这才是一个走势 才是一个完整的波段走势 如果没有加趋势这两个字 只是在这个走势里面的一个插曲 了解吗 这个要分得清楚 否则的话 反弹也算多投啊 但是它可以多久 对不对 好 所以说 在一个趋势多投的时候 你一定要耐住性质 掌握整个波段 你才能够赚到大钱 好 各位 如果是趋势空投 你要忍住性质 静待买点 为什么我不写等待买点 因为等待 遇到耳根子软的投资朋友 你听到了一些 一些喜喜熟熟的声音 那后期呢 你就心有向往 你就觉得他是OK的 他讲的是对的 就跟着他的方向去 就进去了 然后你也认为你等很久了 比方讲等个三天等个五天 你就觉得你等很久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想进场了 正好你听到某一个节目某一个人 说现在可以进场是一个买点的时候 你就跟着进去了各位 所以呢 等待还不够看 一定要静待 你要安静 你要冷静的 去等待买点 了解吗 忍住性质 一定要忍住性质 如果在一个股市里面 这两句话你都可以做得非常好 你绝对100%是股市赢家 我们看今天的台股 今天的台股呢各位 开高513点 涨到920点 涨到920点各位 在这个地方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疯狂了 但这疯狂又如何呢 920点也不过是昨天的一半而已 昨天跌了1800多点 对不对 1800点出头 然后呢收盘 然后就一路下来 一路下来 一路下来 各位 这里还有收黑喔 这里还有收黑喔 这里还下跌了168点喔 这里还有收黑 然后又上去了 好 又上去了 各位 如果我说 这里再出货 这里再出货 雷光老师 那个明明是往上 为什么叫做出货 这个我就很难解释了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你就按照我的方式 这样子听下去 因为 我本来 就跟大家不一样 了解吗 不然的话 我告诉 我在节目中 告诉大家的 都是事先 事先这两个字喔 不是事后的马后炮喔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如果说你把我说的话 跟一般大家讲的话 各位 对你对我 这是不公平的 好 然后呢 被拉回来 被拉回来 各位 这个地方才是重点 这个地方才是重点 如果这个地方 不是骗你上车 我不晓得有其他什么样的 持续可以去做一个说明的动作 我没有把这个行情看得太坏 各位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那 或许你会讲说 雷光老师 现在我们大盘都杀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呢 你现在的说法 好像也没有一个多头的感觉 各位 我没有把行情看得很坏 我只是把行情 把股市看作一个生态 了解吗 看成一个文化 了解吗 多头有多头的文化 空方有空方的文化 了解吗 如果你都知道这个文化点 到底在哪里 它就是这样子发生的 你会觉得奇怪吗 不会 绝对不会觉得奇怪 只有不了解的人才会觉得奇怪 然后一直问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不晓得怎么回答 因为每天都有为什么 好 各位 所以今天我们的大盘收了多少 收了670点 收了670点 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从这个点位 加上这个点位 各位 今天 今天的震荡 也有在1100点左右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大盘收的600点 670点 也不过比一半出头一点点而已 那简单的讲 简单的讲 今天的多空 平手 我这样讲可以接受吗 可以接受吗 可以接受 我们再停下去好了 好 各位 7-11 113年的7月11号 7-11 对不对 很好记吧 很好记 24416 24416 24416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 每一个投资朋友上看多少 2万6 连2万5都略过了 直接跳看2万6 2万8 然后看可不可以在3万附近排回 所以很多人可能都会想 那我干脆3万我不等了 2万8我就把它卖掉 2万8我就把它卖掉 应该不为过吧 对不对 应该不为过吧 那甚至说 2万6我就把它卖掉 不用等2万5 2万6 趋近2万6 我就把股票卖掉 各位 你不会觉得说 现在这些的数据 难道没有试掉吗 没有市场调查吗 那如果说 有新人士 有新人士的话 在这个地方 他如果想要有所作业的时候 他会如愿的在你的指定指数 附近方 那个附近 让你好好的做一个 获得出场动作吗 那他怎么办 所以我现在讲的是什么 我现在讲的是 敌对的那一方 那最多你要去揣测 揣测什么 揣测他们在想什么 了解吗 他们都做了试掉 难道我们这一方 不能去做一个试掉的动作吗 那如果你说雷光老师 我就不想怎么去做试掉 没关系 股市占国市 你就听雷光老师 怎么说就可以了 好 7月11号 不仅我们的台股市最高 不仅 甚至于说 国际指数 我们看这里 纳斯达克 也是7月11号 也是7月11号 费城半导体 也是7月11号最高 所以说 以我们的台股来讲的话 7月11号 也是最高 2330的台积电 也是7月11号 那你看科技股 费城半导体 我们的台股加权 我们的台积电 我们这四个 是不是都是同一天 都是同一天 都是同一天 那这个时候会有败比吗 没有败比 7月11号完全没有败比 但是各位 在美股来讲有没有败比 我们看一下 美股来讲的话是有败比的 7月11号的纳斯达克 这个地方是黑K 费城半导体 7月11号 这个地方是黑K 那这个时候 你在7月11号看到 这个指数的时候 心里会想说 嗯 这个就是 创新高拉回嘛 正常 对不对 那我不是这样想的 我怎么想 我直接 我直接在7月12号 我直接在7月12号 就告诉我全部的会员 发讯息给他 美股CPI不如预期 以至昨晚费半 以及纳斯达克大跌 那连带呢 影响着今天的台股 跟台积电下跌 如我所说 现在美股要看的就是 费半跟纳斯达克 我会注意 我会注意 等整理完 等整理完 我们再刺激进场 我也跟各位一起分享 你知道那每一个字 每一段 都是专业 否则我不会那样写 我就不会那样写了 所以好各位 在这个地方来讲 非常半导体 隔天呢 隔天在这个地方 7月12号 然后呢 非常半导体 纳斯达克 也在这个地方 我告诉大家什么 我告诉大家 一个字 陶 没有人相信我 我无所谓 懂吗 我只是 坐在这个位置上面 把我看到的 把我的专业 跟各位做个分享而已 至于各位 你们信不信 我一点都不介意 我一点都不介意 因为 我可以在透过这个节目 我可以跟我的全体会员 说说话 让他们听到 我在想什么 不然加入我会员 要干嘛呢 就是要知道 什么时候可以赚 什么时候可以 规避这些的重大风险 好 就一路下来 再看下去 那台股呢 7月16号 7月15号的时候 我也告诉大家 我也告诉大家什么 现在因为拜登的出现 枪击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会有短空 所以我们会有短空 但是呢 其实那一天 我是不想写短空 这两个字的 但是我是认为说 真的是不要得罪各位 还是要收敛一点 就写短空 那事实上 我个人认为 我可以在节目上 把当天的一个趋势 在节目上直接 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那到底这个空方 他要走多久 我个人倒觉得说 我每天只要有说 各位只要相信我 就OK了 好 那我就写个短空好了 但是后面的结果 是股市拉回 好 各位 就这样子一路下来 一路下来 到了7月30号 7月30号的时候 各位在这里 这是红K 这是红K 我告诉我的会员 天上掉下来的刀子 不要随便接 天上掉下来的钱 要赶快抢 抢钱的时候 我不会怠慢 等我的讯息 既然等我的讯息 既然等我的讯息 那一天 红K又如何 没进场 因为我认为那一天 就是骗线 就是骗你进场 就是骗你进场 所以我也当天也跟各位讲 很多的事情呢 听我脸光老师说 因为呢 我没有找各位 入会 没有 我也不会在 我也不会在你赖气来说 告诉你说 你要不要加入我的会员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话 我不会 因为我觉得很low 了解吗 各位你们要加入就加入 了解吗 好 所以呢 在月线的时候 在月线的时候 台积电 台积电这个地方是红K 收盘来到1005 我还是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第一天 第一天 碰到月线 所以它一定要有所表现 它不能够直接跌破 因为它是精神指标 也是我们全值股 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全值动作 所以不管是公司派 或者是其他的有心人士 或者是超班手 就故意把它拉到最高 1005元 OK 只要你看得懂就可以了 不要被它骗了 我也在节目上跟各位讲 但是很多的节目 都拱大家进场 你今天没有进去 你就错了 对不对 只有我告诉大家不要进场 然后就连续下来 好各位 这个是月线 台积电没有守住 这个是季线 915这个是季线 台积电有守住 但是 是不是买点 是不是买点 甚至我也告诉大家 我们的台股 在月线的时候 留下了下影线 200多点 这个地方 7月18号 7月18号 好 这个是月线 留下了200多点下影线 又如何 如果是那一天之前 200多点 算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长度 但是现在 跟二三十点是差不多 又如何 一堆 一堆人说 这个200多点 这个下影线 这个是买点买点 绝佳买点 各位 好 结果呢 第二天第三天 完全被打脸 一直到季线的时候 各位 我也告诉大家什么 这个地方 也是下影线200多点 我还跟大家讲什么 我跟大家讲什么 我说这个地方 留了200多点 这个地方也留了200多点 又怎么样 又怎么样 结果呢 很多人 就在那个地方 就开始讲什么 第二支角 一直到7月30号 一直到7月30号 我在节目做了一个补充的动作 我相信那个补充的VCR 各位也看了两三遍了 如果今天是一个 拉回在均线管理里面 在均线管理里面 没有脚不脚的问题 了解吗 没有脚不脚的问题 那个是均线管理的操作策略问题 那会发生脚不脚的问题 是什么时候 算了 好 结果呢 反弹上去 反弹上去 直接下跌 直接下跌 然后呢 我也告诉大家 6月24号的VCR 我告诉大家 来到季线会加剧下跌 我请大家注意我讲 6月24号的最后 VCR的最后一句话 对不对 有没有错 没有错 没有错 跌了2800点 现在来到了半年线 各位 现在来到了半年线 这是我们的加全指数 半年线在这里 半年线在这边 现在这一根K线 是在半年线之下 今天留下了500点 500点的这个下影线 各位 各位 今天是买点吗 今天是不是买点 如果你不知道 广告回来 我告诉你 到底半年线之后 还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进广告 请投资人 请注意以下三不要 1.不要再买东买西买股票 开闸货店 毫无头绪 2.不要再道听途说 追勾股票 赚少赔多 3.不要不设停损 促进总统套房 现在就让这具专业的股市军师 带您掌握趋势题材 产业股票 低买高卖操作 赢得年度最大波段利润 您要改变吗 现在立刻加入 赢家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东斗库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成东斗库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都投资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是否会有差距 还是会有差距的 不管如何 你我之间就是有差距 不管是今天我跟谁去做比较 都是一样 各位 这个是244 16 那今天的低点呢 今天的低点是19662 19662 好 各位 我相信呢 8月2号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的财经台名嘴 告诉大家说 要注意台股 要注意台股 但是在那个时候 以前没有讲过这句话 都是跟大家讲说 我们台股的基本面如何如何 是好的 请各位不用紧张 不要过度紧张 然后呢 股票不要卖 股票不要卖 然后一直到昨天 到昨天 看到了我们的台股 台积电跌停板 然后台股跌了1800点之后 他们就改口了 现在我们的环境呢 可能有一些改变了 各位 我是什么时候告诉大家的 我是6月24号就告诉大家 请问 我告诉大家的时候 这个差距差了多少 差了多少 差了5000点多 差了5000多点 你不要说 这个跌了5000多点 我都碰到了 都碰到了 我就已经在节目上跟各位讲了 在多头的时候 你没有从第一 第一时间就买进去 你买在最后 最后的压力阶段 然后呢 当他被拉回 当他被下杀的时候 你又想告诉 你又告诉自己说 我才刚进场没有多久 没关系 我再等等看 我再看一下好了 结果呢 你就看了5000点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所以说 差距在哪里 如果今天你是从 这两个月就看我节目的 你绝对知道 6月24的节目 一路下跌 这个地方跌了多少 这个地方 不要说跌了多少 跌了四成 跌了四成 这是上一次 那上上一次什么时候呢 上上一次在这里 这是109年 一直到319 一直到319 各位 这里呢 也跌了四成 两次都有 准备要实施进空令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 我告诉各位的是 我不是看他多坏 没有 我只是说 把这一个股市生态 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而已 因为我觉得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既然你进入了这个股市 你就要入境随俗 你不能用你自己的想法 最近 我还在做持股诊断 还是有很多投资朋友跟我说 李光老师 这家公司有赚钱耶 你不觉得你讲这句话有点可爱 台积电谁敢说他没有赚钱 昨天813跌厅版 应该可以 抹杀各位一些很多的想法了吧 还是你真的说 没关系啊 反正他以后会来到多少钱啊 各位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想的话 真的 节目也不用看了 你就能买了股票 等到你要用钱的时候 你再去卖它好了 不然的话 你看到行情 你还是会很担心 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 讲什么呢 赢家的获利心法 这两个一定要知道 趋势多头 耐住性质 掌握波段 趋势空头 忍住性质 静待买点 现在我们的处境就是趋势空头 忍住性质 等待买点 我这样讲 相信我吗 我们明天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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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